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能的产业 预计2025年价值将达到6000亿元 二甲双刮 Metformin 白鲤鲁纯 Resverture 雷帕霉素 Rapmecin等保健品被视为 延缓老化的革命性奇迹 为了追求更长寿更健康的生活 营养 运动 睡眠大量生物标志 BioMarker情绪健康与社会参与等 基本的所有一切都是需要改善并持续监测的领域 长寿在近几年已发展出多个面向 对于科学家和科技巨头而言 这是一个巨大加速发展的研究领域 是生物骇客Biohacking的圣杯 也是生物科技财富的潜在宝库 长寿已成为一个热门词汇与产业 部分原因是巨大的进步以及对研究的投资 追求长寿是历史 信仰与神话的永久主题 伊利诺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专门研究老化的 奥斯汉斯基S.J. Oshensky表示 推广抗老化之常生活老药 是世界上第二古老的职业 不同之处在于 现代科技终于跟上这一观念的步伐 健康生活编辑部 谢谢收看 健康生活关心您的生活健康 请订阅点赞及转传